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歡迎再次收看豬仔的頻道 今天第四隻的推介 現在是下午5時多 很多錶迷就快下班了 這隻錶是一隻 SEICO的Pissage 近期的豬仔比較少介紹 所以 入少少 因為性價比值 未算是最高的 但有些Pissage確實是不錯的 有些Pissage不是平民級 是專櫃級 我今天介紹這隻是平民級 入門級的Pissage 我先拿著其他一隻 有兩隻 顏色有 這隻是SEICO的Pissage 全自動機械機芯 一隻復古系列 我挺喜歡復古Style 60系列 因為豬仔其實挺喜歡復古錶 它是有些復古的味道 例如它用了米黃色 米白色的錶盤 再加上復古的拱形玻璃錶面 還有它用了黑度的紙釘 看到嗎 都是很復古的設計 而且紙釘也做得挺漂亮的 拉絲一行行的調子形 拉絲間拋光 這個錶還做了小秒針 對不起 不是小秒針 是日力盤 日力盤 有一個小的6點鐘位置的日力盤 另外它再加上了 有個Power Reserved Indicator 大家猜不猜是甚麼機芯 精工的機芯 4R57的機芯 用了入門級 所以都是用4R的機芯 但是它是4R57 多了一個40小時動力儲能的顯示 其實它41小時 這裡有一格 41小時動力儲能的顯示 我們先試一下敏感度 我們先試一下 現在是empty的 去empty的位置 3 4 5 6 7 8 9 10 一個圈就是一小時 一個轉圈就是一個小時的動力儲能 如果你戴 Shake 也可以 全自動機械是機芯 就不一定是手上鏈的 大豬仔剛才示範一次手上鏈 大概是 一個圈可以儲能儲到一個小時 你看到那些時分針 都配上錶圈 時分針除了夜光部分 它圍邊的都是做了 光黑色 灰黑色 但是光深 襯托了黑色的Bassel Bassel圈是不能轉動的 一個鋁片的圈 用了一個復古的拱形玻璃錶面 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而6點位置就是一個日力盤 指針顯示日力盤 動力儲能顯示加指針日力盤 這個指針日力盤 做了放射性紋 我們先看看 夜光 Style 60 是不是也有夜光呢 沒錯 時分針加上黑度前面的點點 也是有夜光的 當然夜光就夠用 不夠潛水錶厲害 但也正常用到的 這就是銀白色的錶盤 我們先看看另外一種顏色 其實我比較喜歡黑色 我自己比較喜歡黑色 我覺得比較帥 我覺得 銀白色的復古味 比較濃 復古感強一點 黑色的復古感 沒有那麼濃 但黑色比較帥 我自己覺得 那支針也不同顏色 看到嗎 Power Reserved Indigator的針 也不同顏色 倒轉了 黑色就配米白色的 指針日力盤 提前那個 白色的指針日力盤 白色的 Dial 再加上了 指針日力盤 也是白色的 這個 黑色的錶盤 配米白色的指針盤 也是一個復古的拱形玻璃錶面 然後另外配搭了 鋁片圈 同樣都有動力儲能顯示 也可以手上發條 看見它一邊轉 它一邊上升 試一下半格 踢起了之後 有停秒功能 4R57的機心 21,600的震頻 41小時的動力儲能 29石 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都頗好受感 頗有吸絕力 頗緊緻 調到安全區 我們 7點多 因為我待會試一下日力給大家看 接著 我是半格教的日力 踢回去半格 半格向下轉教的日力 都可以一格一格跳 沒有大聲 但是一格一格跳 調完之後 按進去向上轉動 上發條 手感不錯 不錯 好了 先看看 這個鏢腳位置 鏢腳做得不錯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鏢腳 鏢腳做了拉絲不鏽鋼 延伸到旁邊部分 這裡有一個曲線 然後做了光芯 另外做多個介面 才到那個 鏢殼的正中單部分 它兩邊都有這個 鏢孔的 方便是換鏢帶 自己換皮帶 我覺得這隻鏢也挺漂亮 也可以跟豬仔買皮帶 豬仔有很多皮帶翻了 但今天就不配皮帶給大家看 好了 這個就是黑色的 感覺 另外 給多一次白色的感覺 同一個一起 大家比對一下 好了 看看鏢帶 鏢帶做了一條實心鋼的板帶 拉絲花紋 另外做了一個 保險制的標扣 中間有SEIKO的標誌 按鍵打開 口橋 很多標迷就說 有時候買到三四千元 例如詳細 沒有試 都沒有做口橋 這隻做了口橋 口橋 另外錶底 做了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最重要的三個字 在這裡 看到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4R57的機芯 寫着 5個巴的防水 這個機芯 它的駝 做了一個 金色的拉絲花紋 金色駝 壯色 4R57的機芯 這個29石 29石 你看到這裡寫着29石 好 反過來 整個標誌做了5個巴的防水 洗手沒問題 這些標誌其實我都不推薦去游泳 坦白說 好 看看 戴上去的感覺 還有尺寸 它的尺寸的直徑是40.8m的直徑 試一下是不是 我覺得是 差不多 40.8 40.9 那個厚度 寫14.3 我量度是14.9 那這個Luck to Luck 就是48 48 那好了 試一下戴上去給大家看 什麼隔著 戴上去 這個同樣都是 戴上去又好像 米色 好像 入味一點 Vintage 感覺 戴上黑色 我自己只看我喜歡黑色 但是戴上去好像又白色又有品味一點 真的是 很難選擇 以為有些難取捨 我喜歡黑色多一點 如果給我選擇我喜歡黑色 是的 那好了 不知道你喜歡黑色還是白色呢 你可以在留言區留言告訴豬仔 讓豬仔有些數據 將來知道哪些可以 受標迷歡迎多一點 好了 豬仔推薦多少錢呢 這隻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因為 好似 我不記得這隻有沒有 不是Made in Japan版 因為我每次進入都好像是Made in Japan版 是的 日本製造的 Pisage 是的 4R57的機身 動力儲能41小時顯示 有顯示的 有個標明問我 動力儲能 和動力儲能顯示 是有分別的 記住有41個 Hours的 顯示 看到顯示 和動力儲能 只有儲能就沒有顯示 是不同的 當然有顯示的 好 好了 豬仔推薦多少錢呢 外面坊間 好像3200多 到 Corno 看看 到3900多 HKTV Mall 接著有些 Corno24 就是 3000多元 加8九水運費 加2九水運費 有些3000元 加5九水運費 差不多 好了 豬仔推薦 2998 2998 一隻Pisage 有動力儲能顯示 居然不用3000元 還要MIJ 非常超值 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就記得 WhatsApp給豬仔 在封面找豬仔 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哪隻顏色 Pisage 有動力儲能顯示 哪隻顏色 是 想在佐敦店 還是黎智哥店 好了 多過一隻的標 因為我覺得一隻 如果多過一隻 我可以再訂 但再訂因為有台風 好像說 會打台風 要預算時間 可能也要10天 才能再訂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就不要錯過豬仔的推介 盡快WhatsApp給豬仔 好嗎 我們下集見 記得喜歡這條影片 給個讚給豬仔 豬仔每天都很努力 介紹不同類型的手錶給你們 你知道豬仔最大的動力 就是看到你們留言 讚好 甚至乎訂閱 豬仔就很興奮 繼續努力 介紹更多好錶給你們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 下集見